汪小菲和大S的離婚戰爭 張蘭和張穎穎等人幾度參戰 許多吃瓜群眾也都好奇 汪小菲和張穎穎的結局終究會如何 等料近日就傳出兩人其實已經分手 震驚大批網友 首先是汪小菲沒有陪張穎穎過生日 反而和媽媽張蘭一起直播 萬更在直播中公然搭訕媽媽的新助理文文 誇張心境馬上被瘋傳 而張穎穎也在昨天開直播哭訴到 憑什麼要我來承受這些東西呢 讓粉絲們不免感到心疼 不過心疼沒幾秒張蘭竟然在底下留言 就憑你是個心機女 讓這波劇情又嫌上高潮 另外也有網友發現 張穎穎先前就有發文提到 愛情沒了可以再遇 2023年記得愛自己的語句 疑似與汪小隊的感情有關 兩人分手的傳言馬上引起關注 但大部分網友都表示 出軌只有一次和無數次 比起汪和張穎穎的感情線 更想看張蘭和張穎穎的互罵大戲啊